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喂呀 BB BB 差不多时间要睡了 是啊 BB是有点累了 我抱着她睡就行了 当然不行 你现在抱着她睡 以后她要抱着才肯睡 其实我和BB已经建立了一套睡前常规 蛤?睡前常规? 是啊 其实就是帮BB 把日常的活动和睡觉产生联系 当BB做完这些活动之后 就自自然地睡了 蛤? 那就是要做些什么? 嗯 睡前常规其实没有特定的步骤 而个个BB的习惯都不同 像我们这样 我们就喜欢玩完之后 吃拉拉、唱歌 接着去睡 哦原来是这样 好了BB 我们去吃拉拉睡觉了 好吃吗? 你吃要吃的 看得到很严重 你吃觉 我吃到很严重 我给你看到お了 我就真想记得 快点 哎响 那些是 які 直接 又 肯 早餐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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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早餐 先喝點東西 謝謝 其實是不是每個人都是這樣? 其實不是的 好像旁邊屋陳太太的寶寶 他就喜歡洗澡後, 然後喝奶 聊一會兒, 他才睡覺 我們洗澡了, 乾淨了 我們現在進房間吃拉拉了 我們現在進房間吃拉拉 我們現在進房間吃拉拉 我们继续这个规律就轻松一点啦 是呀